大家好 歡迎來到律政豐盟的時間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香港人在國安法實施細質下的新生活 請到兩位律師和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先介紹中間這位是黃鴻銘律師 大家好 我本身也是一個執行律師 我現在也是屯門的區議員 你很年輕 你是多少歲? 我29歲 網上說是2字頭的 還有我的partner 新文化律師 這個題目是很適時的 因為這個星期7月7日出了一個實施細質 在這個實施細質之下 我們香港人的生活就有很微妙的 慢慢的改變 我找了大概十類的香港人 逐個去講一下生活的微妙的改變 我們跟大家去講一下國安法之下的 可能新的紅線和新的生活 好嗎? 好 實施細質之中其中一件事就是 現在有很大權力 警務處、處長、副處長 其實沒有這個實施已經很大了 是的 現在有這個勁壓的青在權 其中在網絡那裏 先講一下網絡平台的事情 他有權是說 如果看到任何的信息、資料 就是會危害到 或者相當可能危害到國家安全的 他就可以要求他 去取消那些信息 或者採取一些行動 處理了他 有這樣的權 而且他就問他取得資料的內容 一有這個實施細質之下 我們發覺很多的機構 社交平台 例如Twitter、互聯網Google 視像Zoom 全部都說 拒絕香港政府索取用戶資料的請求 其他就有TikTok 有我們常用的Facebook Facebook、Whatsapp 昨晚都說拒絕了政府索取用戶資料 Telegram 你經常用的 在這個情況下 兩位要說一下 香港的用戶 將來的生活應該有甚麼要留意呢 其實我真的很擔憂 除了我們說網上平台 蘋果日報之前我看過新聞 就說國安法來之前 就將他的資料全部back up 又做電子化 因為他怕會有一個上門 去到這些網媒或傳統傳媒上去 去充滿這些資料 去看看有沒有 我們都訂閱了他的資料 你有沒有支持蘋果仔 我們這三個可以的 我們代表三個不同年紀的律師 我當自己是中年 中年是青年是少年 少年有為 你不如說一下最常用的情況 你有甚麼和大家說說 有否有新的生活改變 以我所知 現在的社交平台暫時說 會拒絕香港政府索取資料 我的理解其實都是一個 叫做緩兵之計 對於他們來說 你問我會否很短時間之內 這堆的Facebook、Twitter 會立即撤離香港 譬如香港以後要翻牆 或者直接用不到 好像鎖國、鎖成 我看不到很急切會這樣做 但我自己的感覺上 Facebook 他們要這樣做 可能他們都是在想 有沒有節衷的方案 其實我覺得他們最後都會貴 是的 節衷方案包括 可能像之前那樣 Facebook 會隱藏了一些 裸露的照片 他會自動幫你screen 可能之後 他亦都會 就著將一些敏感的字眼 例如現在政府說 時代革命那些是有港獨的陷阱 或者我們叫 五時新年 可以簡直叫 時 是的 那些的話 那些他可能會自動幫你screen 就先 可能叫你的用戶 你自己移除 或者怎樣 但是 當然 你最大影響的 我相信 現在我們面對的 不是說他們會撤離 我們用不到 我相信他們仍然會繼續在香港營養 但是 日後的言論空間 將會收窄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不如集中在我們的用戶上 因為我們說 全香港差不多你有手機 那你也會有正話說的apps Dansom 需要自我審查嗎 即是他審查一下 有他的口號 現在香港政府說 不可以喊過八字真言 如果你有八字真言 我看你以前好像也有 你需要自己刪除它嗎 其實我覺得 任何的香港人都會感受到 這個模型的壓力 還有一個白色的恐怖 其實是一個很 一個很厲害的 景象力 因為他的法例實施了 其實都是一星期多一些 現在細質又出賣 很多的情況 就是我們都不敢去用 即是用普通法去解釋 我們都明白一點 但是現在問題是 我們都不知道 究竟大陸方面究竟是會 有用多少他的法律觀點 去中國的法律背景 去解釋這條法律 那這樣實施上來 我們就非常之不掌握情緩 又不讓司法復合去挑戰 所以其實我見到普遍的香港人 我見到有些區議員 譬如我們黃雷仙也有個議員 就有個 我們叫做旗幟 他在議員辦都要脫下進來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的壓力 兩位都是區議員 不如說說這些 香港有很多黃絲區議員 在新的實施實質下作為區議員 你那個辦事處裡面 或是你的忘業 有沒有一些新的改變 我暫時沒有 但是我留意到 其實都… 因為可能香港人本身都預測到 那個言論空間可能會收窄 所以其實很多街坊都會自己談 可能會說 我都把家裡的東西清掉 或者我有一間舖的 我都把東西全部撕下來 即是真的坐的士回那間舖 都要馬上清掉 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自我審查是真的多了很多 如果你的辦事處有一個位 就叫做連儂牆的位置 那你就要在那裡 就有些相關的 集了界的位置 你就要做少許清理工作 是 這樣 即是你… 無論你是連儂牆也好 或者你之前在Facebook 可能有些言論 其實有些街坊都立即是 可能在討論區裡面 他都立即自己找一找 去了解自己之前發表的甚麼言論 可能已經開始剷 那你會見到 其實你說的法律 其實對於我來說 現在好像很模糊 我們作為一個由普通法 去訓練出來的律師 其實我們都不夠膽去答街坊 究竟哪些是宅界 哪些不是宅界 因為這套是一套 我們不熟悉的法律 雖然他說是用很多普通法的原則 但條文上好像已經跟普通法有些衝突 你還如何很肯定地回答街坊 究竟哪些是構成犯法 哪些是構成不犯法 所以之後我相信會陷入了一個… 不是法治 就是以恐懼去管治的模式 Denson 你自己來區議員那邊 有否看到一些紅線 可以告訴區議員 其實我辦事處真的沒有別人 都是照樣去辦公 不過我留意到 其實無論… 首先就是這些黃點 飲食界 就像剛才阿韓明那樣說 就會自己撕了很多東西出來 一些抗爭的一些… 我也知道你有幫助很多黃點 然後吃飯 他們是否都是… 在新的實施細質之下 他們都是有些調整的情況 其實你看到也少了 即是有些本身提供 整間店舖都是的 都突然之間是沒有了 大家都明白是甚麼事 還有就要想回 抗爭模式是要怎樣去變 我們社會的動量 應該是放在哪個位置去做 一說起抗爭模式 很多人都討論說 叫做be water 即是說大家要… 就像水一樣的流動 即是看到這個新的模式 即是看到這個新的模式 我們回去說一類人 這個跟細則可能未必有關係 但它都是屬於國安法之下 國安法裡面說明 就是那些公務員 都是要宣誓 或者是簽一份文件 去擁護國安法 以前來說就是回歸的時候 我們這本叫做基盤法 第一八零四條的說法 只有五類人就職的時候 就是要宣誓效忠 即是那些法官、行政會議員、立法會議員、局長、特首 這些五類人 現在加上公務員和參選的人 都要簽一份聲明 用公機盤法 如果我們很多朋友是公務員 新入職的公務員就要注意 第二 你就是要宣誓的 如果你是新的公務員 7月7日之後入職 另外那些就是 你如果是有晉升的 現有的公務員 你一晉升或者調職等等 你又要簽這份文明 暫時來說 不是所有公務員都要簽 如果你是高官 剛才說的新入職 調職的都要宣誓 你怎麽看這件事 就是公務員要做這個宣誓 我們接觸到公務員 是否肯不簽 如果不簽有什麽後果 你會否理解 我理解 如果不簽就沒得做 不用做 是真實的問題 還有我覺得 政府有這一著 是想 其實很多東西 規管到公務員 其實護主就是政府 政府背後的班子 就是內地委任 現在都是 他想公務員 如果 現在有公務員的行為守則 很多的 譬如公務員委員會 他有公務員事務局 去管理公務員 他為何要再加多一件事呢 就要宣誓 確認 定供的國安法 就是讓第二次公務員 更加聽聽話 如果你說錯了這件事 除了我們有紀錄聆訊之外 你宣誓 這是一個誓詞 你違反這個誓詞 其實真的可以 去法庭 去罰假誓 可以給你壓力 去追究你 基本上這是屬於全面管治 或是第二次回歸的全面安排 黃明 你怎看公務員 現在入職要宣誓 我是公務員 我會頗旁忙 因為簽了一定會簽 現在勢是你不簽 你不要做 轉工 但如果我真的 我要繼續做公務員 我要宣誓 或者簽一些聲明 究竟那個聲明 約束力有多大 很不清晰 譬如你說 我在工時間裏 我要效忠特區政府 擁護基本法 擁護基本法 你下班的時候 你還是一個公務員的身份呢 譬如我下班 我空餘的時間 我去了遊客人 或者我發表了一些 對一些政策不滿的言論 究竟你宣誓是否在效忠 特區政府呢 當年香港的政治管治架構 他用了一個 叫做責體負責制 他相信自己有政治委任的官員 當然他要很忠誠地擁護 特區的施政 但其實你相對切割 就是希望公務員本身就是政治中立 但你現在要他們同樣一個聲明的話 他還能否維持到以往的政治中立 而他放工之後 他對於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滿 他宣洩 他還能否做到這件事呢 他做了這件事 他的法律後果和法律責任是甚麼呢 其實政府立了這個細則 其實他應該是 都要有一個清楚的界線 讓大家知道 9.1.2 所以現在的公務員 有些工會或其他人 想政府解釋 如果他不簽 或是違反了有甚麼效果 這裏有待發展 看來每一個人都會受影響 基本上你在這個環境下 如果你想加入公務員隊伍 你都要簽這份文件 剛才提到我們本身是專業人士 對於專業人士的影響是甚麼呢 我們嘗試說說 律師 我們都會有影響 在這個實施之下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人士 其實我們都是叫做 Office of the Court 我們都要遵守很多的守則 國安法裏面說 如果你接這個案件 接這些案件 你要保守秘密 客戶的秘密 在這方面都是受影響的 我們要講一下普羅市民 去到學校的方面 我們接觸很多學生 之前我們有看到他們有手多手 有這樣的活動 也在學校很多時候 會唱一下榮光的首歌 也有可能會喊一些後號 學校的生活中 主要我們分兩層 你教一些老師和學生 你有甚麼改變 先講一下學生 你有甚麼建議 在新的形勢之下 我離島教育局 剛剛出了一個聲明 說不可以再做人鏈的表達 一個政治的意思 楊振河是這麼說的 我的聲明 我也是依稀忌得的內容 但有些東西我也很記得 我看也不用看 但我都知道一定不可以唱 以後到 指明了這首歌是不准唱的 他沒有說其他歌是不准唱的 我看到學校那時 在做人鏈去表達歌的政治訴求的時候 很多學校都沒有說 當然有小部分會打打 我看到很多都是給的 譬如我看到雲振仙 他有不少學校都有做 甚至有一次在我服務的選區裏面 那些老師是空巢而出去保護學生的 那我都是在場去監察住的情況 那我想這個情景就不可以再出現了 那學校就會自我審查 那學生會和學校的開會 會去談一些空間都沒有要談的了 因為法律就是法律 法律就是法律 那學校方面 那本身可能有很多老師 都自己有一個政治意識在這裡 都可能不會慢慢又不敢說的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法律 國安法來過之後 有很多人都會有一個自我格審查 剛才那幾個職業 其實以後都是會 那會令到9月9日 所有的層面都會做到一個 某程度上的妥協 那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你有一百樣東西 或者一百種的事件 你可能有少部分妥協 策略上我都是可以容許 但是你現在要是全部的職業 全部的行業內容層面都去做一個退縮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理想 一個非常過分的情況 是的 鴻明你怎樣看 學生或老師的新形勢之下 他有沒有以前這個自由空間 怎樣說呢 即是你那個國安法 或者現在出的細則 或者一些教育局的聲明 其實你沿著整個流氧 其實政府那件的推銷就是 我立這個國安法 是因為有黑暴 或者有很多街頭暴力 我要去制止這件事 回復香港穩定 但是我們想一想 其實學生做人鏈 或者圍爐在唱歌 這些已經是一個很相對和平 和溫和的手法去表達了 他可能對一個社會上 有些不公義的情況出現 或者對一些政策上 他有想表達的理據 他覺得他不是去掃諸一些暴力 他只是去做人鏈 那你和國家安全 其實是兩馬子的事 但是現在 既然立了一個國安法 然後教育局也沿著這個國安法 又做了一個另外的聲明出來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對社會是不健康的 因為始終 為什麼當時會有 或者這麼多年 老師也好 學校也好 對這些表達相對上是容忍呢 其實就是因為香港人 無論你什麼政見也好 他都會直入了在腦裡 香港其實本身是一個 有資訊自由 有表達自由的地方 如果政府的理據說 因為我要制止暴力的話 我覺得你要去拆除這些人演唱歌 這些東西的話 就可能會過了立法的意義 原來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去到說說請願人士 我們經常都有請願 以前我們的請願是很自由的 在新實施細則和國安法之下 我看到有少許的調整 你有什麼建議我們有什麼調整 我可以說一下 前一陣子有限聚令 不可以超過多少人 我們去的時候 就會四個四個分開 分到好開 他都會當成為一齊 是的 他都沒有了 後來是不行的 好 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口號 以前可以說一句口號 用了八字真言 現在就不行了 詩論會也不行了 不可以用那些 你要怎樣去微調這些限制 即是在新形勢之下 對於請願人士 或者是團體 或者是政黨活動 你要看你的新時代來了 我們舊的時代安排 那個自由已經是昨日之事 未來的世界 你可能要怎樣Be Water 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因為到現在 你也很有經驗 我可以見 給政府的無論限聚令 或者是現在的國安法 其實到這一刻 其實香港還沒有一個 很正式的大遊行 可以有一個不反對通知書 的情況之下去做 所以其實你問我 之後可以怎樣 或者怎樣去 去因應著這個國安法 而去有什麼改變上的事 我暫時都答不到 因為很簡單 我先說暫會 我記得早前 立法之後 湯家驊大律師 他也有說過 其實那些支聯會的口號 你只說口號 你不構成辦法 過兩天又變成 那八個字又是辦法 究竟你… 不要說他的言論 我們說是整體來說的大趨勢 大家摸不著頭腦 究竟現在的法例 闊度去到多大 深度有多深 其實現在完全不清晰 大家都只是好像在摸… 但是它的緣起 國安法是針對很極小撮迫的人的 這個就是它的緣起 但是實施細則押出的時候 其實就是全宇宙 整個地球的人都要遵守 因為現在的國安法本身就是 所有人都要遵守這個國安法 而實施細則就是 令到所有人都要遵守這個所有的情況 包括你這樣 就算是你的網絡做法都是這樣 如果他說這件事是要取消的 他又要通知那個平台的人 你透露的資料 問TB人 他在第四段或第五段那裏說 就是怎樣呢 就是向外國及台灣的正義組織 或者代理人要求提供資料 細則就在第五段那裏提出 我們香港的了解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是香港的一個理解 好了 台灣不是屬於外國 所以他的社會就是台灣及外國 他要傳這些資料過去 即是他傳給外國 或者是某一個負責的人士 就叫他提供資料 是很大權的 那些人士可能收到這些資料 他就要看他的反應是怎樣 他回答你不回答你的時候 你是違反了 你怎樣去罰他 你很難說的 你有甚麼罰則當然要罰他 就先寫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細則是很細緻的 已經是新的形勢 不同了 我們將這些細則來說 不如我們應用回香港各種的人 我們還有第九類 第十類的人 我們要說參與各種組織的會員 我們有很多人參加各種組織 我們稱為根據公司法之下的會員 有些是Limited Company 有些屬於社團條例 社團Societies 有些屬於國際組織 有些屬於政黨 有些是有限公司的團例 我們都是在一個新的情況之下 有些甚麼新的改變了 他的情況 例如阿丁申就是民主黨 Ian就是民協 作為政黨是否 都是在政黨的目標方面 都是有少少微調呢 因為在國安法出來的時候 有些團體已經自動解散了 基本上他可能是看到情況之下 他的目標是不符合國安法 他為了保障所有的會員 他已經自動解散了 現在你們兩個黨討論的情況是怎樣 你覺得 民主黨好像都很符合的情況 你的目標是怎樣 我覺得有些事情不應該改變 就是抗爭我的心志 無論他怎樣做 我們政黨都是會堅持著的 可能有些政黨 因為你知道立法會選舉近 有些解釋行動 我也尊重的 但我們一定會堅定抗爭 就不會因為法例來到 要不知要怎樣改 你覺得非常清楚就好了 民協那邊有看過 民協會章是否是否符合國安法 我覺得民協會章和國安法沒有衝突 因為始終我們民協的立場 這麼多年代 希望香港真的會有一個普及平等的選舉 而這件事在基本法也承諾了 只是基本法就是要循序漸進 我們民協其實已經回歸了二十多年 所以其實我們民協對於追求那個 真是落實這個平等和一個普及的選舉 無論是立法會也好 或者是行政長官的選舉也好 這件事的立場我們從來都不明白 有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就是現在這個國安法是說 所有參選的人都要填一份確認書 就是說要擁護基本法 在新嚴勢之下 有個情況之下 公務員也要簽 以下的新入職要簽 參選的人就當作新入職 想做議員 他都要簽這份 如果在屬於法律上來說 你會否建議你來民協的參選人 你有否討論過簽還是不簽這份文件 民主黨那會有否談過 其實在東九龍的初選論壇 包括民主黨代表、民協代表 以及其他候選人幾乎都是一致 公民黨就說會再跟市民的意見 幾乎都是一致不簽這份加料版的確認書 這已經很清晰 要達到我們政黨的看法 或是民主派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討論後 一起簽就一起簽 一起不簽就一起不簽 這就是對於計劃A的做法 計劃B大家還在談有不同的 我們說了這麼多人的情況 不如我們做少許總結 我看到前一陣子陳文黎教授 這個國安法好像是國家和香港人的 一個新的社會契約 即是和他們簽一個合約 這個所謂社會契約 我們以前讀書都提過 如果政府和人民要簽社會契約 那份契約應該早點和大家商量條款 你自己怎麼看 有青年的律師 有年青人的律師 你怎麼看這是不是一個新的社會契約 Danson你怎麼看 這個社會契約 即是令我想起以前勞梭年代那些 社會契約那些理論 其實這些公民契約 我覺得和這個國安法 是風貌不相及的 因為它是一個人大 很閉不造居的情況 是扳下來的 連我們的香港一個專業團體 大律師公會都有寫信 去要求它披好這些文件 說因為我們法律界是完全不知道的 應該都要知道 也要給意見 它都是拒之於無奈 這個我覺得是 和社會契約是兩樣東西來 是逼你 逼眼睛給你 不過其實去講這個新的社會契約 我自己理解 其實就是 言下之意就說 這個一國兩制已經不同了 你有一個新的模式 我會這樣理解他說的 意思是他不是和你簽新的契約 他有一個新的頒布給你 新的指示 年輕的律師你怎樣看 我絕對認同這個觀點 他不算是一個社會契約 始終你作為一個契約 以我們做律師的都知道 契約是一個自願的情況 沒有一個威逼 上網平等 沒有一個詐騙 或者沒有一個恐嚇的情況之下 你去簽這個文藥 你很難說他現在在詐騙 完全沒有 但你自願的 只是他自己單案沒有做 但你自願的 只是他自己單案沒有做 而且你簽這絕 你起碼要知道 他可以理解 我們當成這樣 他很愛護你 幫你做了一些東西 都是good view的 對你 你跟新的指示 在頒布這個條文前 香港人的參與程度有多高 大家都知道 我們當日還沒頒布之前 我們又不能做一個評論 到了頒布之後 他歡迎你去評論的時候 你評論完後 他又找回條例去追回來 這不是一個契約 這真是一個 新指示 他所謂新的社會契約 即是告訴你 是否舊的契約 大家已經不再存在 要看國安法 基本上是有凌駕性的 因為其他香港的法律 如果與他不一致 就以這份國安法為準 所以基本上 他不是一個新的契約 他是一個新的指示 而我們香港人 就是一個新的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 香港人在國安法 實施細則的新生活 兩位都跟我們說得很詳細 最後還有三分鐘時間 不如我們每人可以有一分鐘說 新的生活下 你會否離開香港 這個情況 留在香港 be water 兩位是怎樣的 你自己呢 我就留在香港 我們叫中年的律師 跟香港齊上齊落 兩位呢 特別你這麼年輕 你暫時的考慮是怎樣的 我自己呢 其實我在外國生活都很多年 因為我大學就在美國讀書 我仍然在澳洲生活過 但是 在香港、澳洲和美國之間 做一個抉擇 我始終都是 當年都是會選擇香港 而今天我也是在香港 因為香港始終是我長大的地方 我所有的物樂也好 或者我所有的 就是我的玩樂也好 或者我的生活文化也好 全部都是香港給我 我是十分之愛這個地方 其實是 見到香港發展到這樣 我當然是會感到失望和沮喪 但是 是否代表我需要離開這個地方 我相信我不會 因為始終 香港人的身份 我永遠都變得多 但是 我出生的時候 我在香港出生 我希望 安老的時候 我都可以在香港安老 看來 去到2047的時候 都能見到你 對 沈迷麻律師 你作為一個中層的律師 雖然 但是 我對這個所謂的新生活 沒有什麼期望 也都 是 迎難以想 我認為 但是 正如後面這樣說 香港是家來的 還有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為何離開 我會走到一個走不到的地方為止 一路去 堅持著自己 還有這麼多香港人的理想 是的 我也都見兩位 很多時候 有手足 兄弟 有需要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你們出來幫忙 亦都很佩服兩位 因為年紀較輕的人 可以捱夜 夜晚半夜 亦都可以在這裡通宵 幫忙一些 我一次你也有去幫忙 是 大家都要做我們的本分 我想 剛才Ean 他的說法 都令我感動 因為年輕人 都會留在香港 在香港 在不同的崗位 我們緊守的崗位 Be Water 我們都希望香港 繼續保持我們的崗輝 我們都喜歡那首歌 開頭的兩個字 每個都可以榮光 香港可以繼續 好 我們今天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 繼續討論 《國安法》下的新生木談 多謝大家